我們回到這場比賽,這兩支球隊就是Semi Superstar和Pirate海盜隊 我們即將就會見到他們進場 Semi Superstars,我自己就知道Semi Superstars是為了紀念香港其中一位冰球的先驅 她的英文名叫Samantha Wong,就是香港的女子冰球會的其中一名的元老 初期她很幫忙,義務性質地去發展這個冰球運動 亦鼓勵了女子冰球的發展,而後來就不幸,因為病就過世了 所以大家今時今日還是很記得Semi為大家帶來的各種歡樂 以及對女子冰球的貢獻,所以今天就出現了這隊Semi Superstars Semi Superstars是螢光幕見到黑色衣服的這支球隊 而因為陣中有很多比較喜歡溫哥華家人隊 Canucks的球迷,你看到她的心口那個標誌 Semi Superstars,你應該也是 有陣時也是 你看到她的心口的標誌跟Canucks以前那個Local很相似 而另一邊就是非常耀眼的粉紅色衣服的Pirates隊 很難聯想到是粉紅色的 我不知道為甚麼,但就是她們的領隊以及是守門員 咦,今場不是今場出另一個 領隊就是我們的評述員之一,就是 Marco Au,榮哥 而鏡頭看到這一位就是Semi Superstars的23號的前鋒 Justin Wong Justin Wong除了是冰球的運動員之外 她對這個直排冰球,即陸上環地冰球 我們叫Inline Hockey 她是一個非常非常積極推動的人士 這就是射球的她 而雙方熱身就是Motion,你兩支球隊 你有沒有看好哪一隊 對嗎? 其實我認真地說,其實兩隊都只是5-5 大家要留意的球員 先說Pirates 就是他們18號的Layton Lamb 我當是Ram Robben的時候 他入了兩個入球,有5個assist,有7分 至於另外一位球員 就是Team Zhang,就是3個入球 3個assist,有6分 還可以留意的就是37號那位球員 Jayden Lee 都是有3個入球,3個assist 都是有6分 Semi的時候 即Semi Final的時候 Jayden Lee已經有2個入球 相反反過來 Semi,比較平均一點 所以我會覺得是 Justin 13號 我們可以留意到時 這個Semi 13號的球員 Justin 他就沒有入球 但是他有5個assist 跟著呢 因為去到Oscar 就有3個入球 Adam 有2個入球 18號和20號 那 比較平均一點 他們的球員相對 就是沒有一個很突出 這球我都入了 這樣 但入球好像的確 只計分數 好像海盜隊就 稍微佔優少少 那會不會就是 會不會變成 我馬上了這幾個 我不讓 剛才提到 Lighton Team 不讓他們拿分 那就很大機會贏到他們 有機會 而守門員方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Ricky Wong 就是Semi Superstars的守門員 而Pirates的守門員 有兩位的 一位就是剛剛提過 Marco R 但今天出場的就是 Sumi Chao 以我所知 之前的比賽 都好像是Sumi打的 是 沒錯 那他打出來 他的成績其實一直都 都不錯 他有 即是面對53個射球 他只不過是失了9球球 那反過來 Ricky Wong 即Semi的守門員 就失了13球 其他數字 即我們叫什麼 Goal against average 那些 相對於Sumi上 就比較差一點 Sumi 表現出來 就比較好 過Ricky 那些渠島 其實裏面都有很多球員 在香港如果有打球的朋友們 都相當熟悉的了 那大部分的球員 都是我們現在的水平 可能我們叫D3 就是第三 丙組的球隊 或者在其他聯賽 可能叫做 初中級的聯賽 那我想反過來 我覺得可能Pirate 的守門員的經驗 就會比較 比較多些 Pirate的守門員 Sumi 一直都打得很好 那他就是港隊的代表 那所以就 除了是本地的賽事之外 在海外作賽 他都是相當之有經驗的 守門員 那以他的表現 就可能會給自己隊友一個定心 定心軟 對 看看這場比賽要打成怎樣 螢光幕左攻 又黑色衣服的 就是Sumi Superstars 就是 我們叫做超新星 右攻左粉紅色衣服 就是海盜隊 那首先我們看到 就是這個超新星隊 23號 Justin Wong 就反棍把球打上前場 但是呢 球一直都過不了去 進攻區域 反轉就是被這個海盜隊拿回 入到去進攻區 就發覺前面太多防守球員 於是就回一回後 這邊一個人就是用自己的棍法 嘗試就是壓進去中路 但是就被對方的 這個防守球員 26號的Tony Gwann 就是壓回那個球出來 孟Sir第一節就打了 都是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似乎 沒有什麼攻勢可以做出來 其實都正常的 因為始終 這場球都是剛開始 大家都是 叫做摸一下底 看看對方是怎樣打 摸底真的很重要 因為現在說的是決賽 之前的不同 現在真的有些什麼 是說我們冒險試一下 但是一個不小心輸了 那球呢其實 就是你完了 真的沒有手球 所以大家 開頭是審慎一點 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再加上 可能大家技術上那方面 是比較接近一些 不會去到很後之後 那些很高組別的球員 那些就 或者他們會肯搏 大會其實 在這一方面做的功夫都挺好的 就是他們大致上都能夠是 可以照顧到是不同組別 他們的水平 都是適當的程度的 不會說特別是 連射射有一組 有兩支球隊 是超大班 超到不得了的 一定有冠軍的 就比較少的情況出現 我有些保留 不要說這裡 不是這裡的 不是這裡的 但是就有些情況就是 就是本身報名的隊 就是有限 那你變成大會就沒有辦法 可以從這個賽制方面 做到任何的安排了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 加利建設呈現 2023MegaIce五人冰球賽的 成人組的總決賽日 裡面的第一場的總決賽 就是Asian Recreational Division 打到現在其實暫時都沒有 真的沒有一個 很像樣的射門 是 那你也是 等一下我們一邊看下去 你就會發現 其實 這個冰球的水平的高雨底 跟球員之間的組織能力 是很有關係的 那你說 如果現場有看的話 剛才我們看了一些準決賽 就是高水平的 哇 人家那些一下都 一下就上都去的 那第一我們 譬如現在Asian 叫Asian Sea 或者Asian Recreational Division 的球員 第一 他們的全球的力度 沒有那些 那些國際組別那麼強 那第二呢 就是大家樓邊的速度 又沒有那麼快 全力都沒有那麼準 哎呀那看來做什麼呀 喂不是呀 這些才容易看 如果你不是經常看冰球的話 速度慢一點的比賽 叫做是比較容易入手 容易入門去看的 所以都有他的欣賞的價值 是啊 史Sir幫我們講解這場的時候 是 剛才這邊Semi的守門員 是差點有少許 有少許 有少許 那個Paris 那邊射過來 其實不具任何威脅的 是 就是慢鏡可以看得到的 呈現了半單左右 但是被Semi的守衛 就追到 那Paris就彈到後面 那其實他的守門員 是有少許 不為意Paris 撞完那個球 之後彈出來的 其實這也是危險的 即是他一撞 你如果沒有看到 你沒有為意 那個球困到你的腳後面 然後彈到你的腳後面 然後就進去 那比賽就見到 Semi Superstars的 Justin Wong 沿著板邊 就打了上去給Matthew Yam Matthew Yam 再把球位到中間 給Daryl Egan 但是 球就似乎沒有射門 就落了去 海盜隊的棍上面 海盜隊 拿到球 交到你很漂亮的 射過來龍門旁邊 被守門員 Ricky Chong 就擋出來 再一個遠射 Ricky Chong再次 是跪低 把球擋出來 第三次射門有沒有 不射 交過來 左路 一個大棍起手射 當成龍門後面的位置 突然間這段時間 Ricky比較繁忙 Semi隊的守門員 折二連三 Pirates都有機會起到手 Pirates兩個起手的球員 97號的Tim Chang 和47號的Jerry Ho 其實在他的 在藍線那麼遠的位置射 你看到他的力度是有的 所以我想Pirates見到這個情況 可能都會多利用這個能力 Pirates前場 37號 把球衛過來中間 向中間接應的 77號 Gordon Lee 拿不到球 球就下了Semi Superstars的棍 上面 還一直推上前場 如果沒有隊友的接應 就把球一直帶到 龍門圍板後面 終於是把球砌到右手邊 龍門中間有人 但是就被Pirates的後衛 一直停止 一直停止 球證一直都沒有叫停比賽 所以 就似乎是會埋下一個火種在那裡 碰撞的 有多少的 也都不是很嚴重的 我們看到 暫時 華里亞不可以說 因為他們速度慢 不好看 我現在去到這個環節 第一節還剩下5分多鐘 互相都有攻守 剛才Semi Ricky這邊 就很忙 現在到Sumi那邊 Pirates就忙了 Pirates有個機會 兩個打兩個 中間不交 就直射 其實就 守門員不擋 球都會彈高 但是守門員 都為了穩陣一點 將個爪手就琴實個球 仍然比數是0比0 這一場是 Asian Recreational Division的總決賽 會出今天的第一個金牌 其實我們這次的MegaX2023年的五人冰球賽 由星期一已經開打 來到今天已經是第六天的賽事 如果球員是打一個組別的話 其實這一場比賽已經對他們來說 可能是第六場或者第七場的比賽 對體力來說 是有一定的負荷的 那 鏡頭前面的觀眾 或者 不知道啦 阿屎Sir 其實你身體都無恙的 那經過這兩個星期 這樣摧殘之後 那我都知道你已經是病不病的了 不是摧殘的 大家都為了冰球 好開心 入球 71號的 Brandon Brandon Chiu Brandon Chiu 在龍門對開 前一點點 那個位 他沒有人去挑戰他 那就隨便任他射 那個樣子 各方面 那個身形 都很像 我就純粹看到他慶祝的風格 還有他的速度 我有印象是很壞的 非常漂亮的一球 總之呢 就是憑著71號的後衛Brandon Chiu 的入球呢 就是 將比數拉開到 打開了比數 1比0 這邊Semi的守門員 Ricky這邊就有點忙了 那 其實都好看回自己的守衛 可不可以 儘量不要讓對方Pirate的球員 有這麼多起手的機會 Pirate隊拿到這個爭球 把球遠蛇龍門前面 有這個 37號的球員 Jayden Lee 就是把球改變方向 但是 球就彈偏了 去了龍門的右手邊 Semi隊嘗試把球解圍 Brandon Chiu 一路滾到龍門前面 由於未越過這個底線 就沒有這個Icing死球的出現 Semi隊的91號球員 Rob Chiu 把球在右路帶上前場 Rob Chiu 是後衛來的 他都上得多遠 整個場 都兜了 也都幸好有隊友保衛 對啦 所以對方現在拿到球 就是有人可以幫忙 防守 球就射到了 但是困到38號的Hermenio Chang 就是彈出圍板外面 那Faceoff的死球 應該會在Semi這邊的左後場 其實冰球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運動 憑著MegaIce每一年都會搞這麼大型的比賽 聚集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國不同的地區的球員 包括剛才我們提的38號的Hermenio Chang 他是澳門的居住的球員來的 都特地為了這次的大會 都叫做越洋的 都叫做 不是啊 現在可以 可以 多橋就來到 很方便 都要越洋的 沒錯 就會過來繼續參與比賽 我們一陣子下來都會看到來自泰國 我印象之中有日本 有我們內地的朋友們 菲律賓都會有的 一起來到香港參與這個比賽 所以冰球的確是可以團結大家一起的 暫時打到這一節 去到這個階段 我始終仍然覺得 這個Semi的球員 不是說很擅長去運用冰場的闊度 是 暫時都是集中在球場的其中一邊 但也要考慮大家的全球的力度 有時候未必是說真的那麼強或者那麼準 與其我交到那麼遠 一個圓圓全全的Cross Eyes Pass 那不如我就保守一點 大家聚在一起一些短傳好一點 而我看到這個Piris的反攻的機會 其實每次他的反攻都做得不錯 是啊 你真的逐個秤的話 你會看到Piris的球技 或者是速度快的球員 是會比Semi多的 但是就我們看NHL都看到了 你看西雅圖 西雅圖 西雅圖 你一隊球不需要一定有個球星 才可以打得好 他一樣是 是吧 30隊球 他頭16位 現在頭8 是吧 視角隊長不要說這句 我們的Mo Sir 是一個知名的Edmonton的愛民頓 油人隊的球迷 那 捉完你 有 好運 你的球隊 我們不要管那裡 現時的兩支比賽中的球隊 暫時比數 仍然是1比0 而大宗即將響起 就是這個 剛剛這個慢鏡都看到 又是 我覺得是 Semi隊的首位 他經常是給很多機會 給這個Pirate的球員 可以自由 喜歡在哪裏起手就起手 是的 我們看 你看到的 其實粉紅色衣服的海盜隊 他們因為個人的速度是比較快 所以他每一次拿到球 他包上來那一下 那個速度是很快的 而當你看到Semi隊的後衛 他的速度未必是可以配合得到 進攻球隊那個水平 有些無所釋從 我標他好 還是怎樣 你變成就是 你前面的前鋒 回防的速度 也未必是可以配合得到 我們會看到很多這些 三個打兩個 兩個打一個 如果我是首位的話 我標他 我有機會讓他過了 所以 對Semi隊來說是一個課題 就是我多擺一個人 幫忙防守 我前面可以攻到的機會 又再少些 我們看到第一次 Semi隊他進攻的次數 的確是少些的 就算是有 他們的射門也都 真的沒有什麼威脅性 暫時都是看好Pirate水 從而比數上面看 也都是看到Pirate水 暫時是領先近1比0 不過始終都是一球球的上落 那你說如果Semi再做好些 可能捕捉得到Pirate隊 有什麼後防的失誤呢 那就有機會可以追回 追回平這場比賽 對 冰球就是這麼有趣的了 但就千萬不要忘記 兩支球隊在第一圈都對擂過 當時Pirate隊是大勝的 對 沒錯 大勝5比1 我們要看一下Ricky Chong今天的表演 能不能夠位置球隊呢 就是力玩抗爛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說搜門員 一個人就贏不到球 即是你沒辦法入球的 但是就起碼自己的球員 見到我過龍門今天很堅實 很穩陣 那些球射到 大部分都擋得到的 那自己的隊友呢 上前進攻就會有信心很多 即是沒有了後顧自由 我們會叫他做 即是steal回一場比賽 有時候搜門員可以 可能不值得他們贏的 只不過搜門員打得好而已 對 那SAMI隊都有在澳門來的朋友 13號的Justin Yang 都是澳門球員來的 那就是現在在追球這一位 那前面就是71號Brandon Choi Brandon Choi交給18號的Layton Lam 有一個場傳沒有人接應得到 那就構成了Icing死球了 其實小國隊長我都想問 例如好像個別的那些 例如澳門來的朋友 那究竟他本身是在香港 有人聯絡他 說過來打球埋班 還是他自己 報名 這些個別的球員一般都是有人叫的 通常都是朋友來的 那譬如我自己對球隊 我日本有幾個朋友 這個明白 都是在這裡開始說報名 那我就找他們 那當然大會都會積極地向外推廣這個比賽 那就是外國的一些領隊見到 那他們就會自己向當地召集那邊的球員 那而那邊球員不夠的時候 就會聯絡回我們香港的大會 那香港大會就會幫他找一些本地的球員去 去湊一隊 那所以你會看到有時候的外隊 那麼大旅 咦 夾了兩三個本地球員 那就是這個原因 那而現時呢 就是第二節的比賽 都打了幾兩分鐘的 比數呢 仍然是粉紅色衣服的Pirates隊 是領先著一球 Pirates隊前場有77號的Gordon Lee 那他是打第二組的進攻球員來的 那右邊有89號的Izac Gib 那是中鋒來的 Izac把他的球帶到底線 防守球員一邊干擾 都沒有辦法可以拍掉他的球 那他個人的速度 一直是圍著龍門後面的圍板 壓到過來 交過來給47號的Jerry Ho 一個軟蛇 球就彈出來了 38號的Semi球員Herminio Chang 拿回那個球 上司在清走他 但是不成功 這下終於都有機會了 過到藍線 交到過來給自己有機會彈到了 這下射得很漂亮 但是搜門的Zumi 而將球擋到龍門後面的位置 這下機會真是黃金 這個18號的球員 Oscar Ted 非常之漂亮的一個射門 這邊輪到海盜隊的射門 都很近距離 對呀 剛才18號的Oscar Ted 都算是他們的射手之一 起碼入了三球球 這個Round Robing的時候 起碼是有特復分能力的球員來的 而剛才我們看到剛才的射球 哇 真是漂亮的 這些球員我們已經入了 已經是 當然也都要稱讚會防的Semi球員 是做得相當之好的 起碼呢 就是別人單獨一件事 你不能夠就這樣放走他就算的 或者他也都未必追得到 但起碼你在後面 你給了壓力給進攻球員 萬一可以看得翻 這一下角度其實拿得很漂亮的 射高了 其實有個距離的 後面Pirates隊47號的後圍 對呀 那這些是渣渣Sumi的 他出來封位呢 是出得都幾前下的 那龍門走得前呢 其實攻擊的球員 可以射補球的空間 其實就小了很多 可能因為這樣呢 剛才Justin就硬要拿到一個 好偏好偏的死角位 從而就射失了 Sumi隊前場有攻勢 把球交過來中間 自己隊友就似乎就貼得太近 那個守門員 現在在圍板一輪爭奪 始終都是腳快一點點的 Layton Lam 就拿到球自己 把球由中路帶到上去 右邊有兩個隊友可以接應 但不加今天 把球留一留後 給7號的Clainman Liu Clainman Liu 拿到的球 交過來給這個16號的Centaro Gamagawa 空了 2比0 看見Sumi隊的守門員 Ricky呢 他第一下撲狗的時候 人已經是飄移了 離開了龍門 慢鏡會看到 這邊呢 Pirate隊有機會 他自己不射 他騙了守門員出來 其實守門員已經完全失了位了 要讚交球球員 反而 因為他 剛才站的位置 我相信Ricky是會射球的 他很冷靜 不如我選擇完全 比自己的隊友 可能站的位置更加好 造就了剛才那個入球 現在這個時候 第二節的時間 Pirate隊就領先到2比0了 剛才我們提過的16號球員 Centaro Yamagawa 我們漢字就叫山川健太郎 本地一位都非常之好球的年輕球員 但現在看到你其實入了兩球之後 突然之間Semi就開始有些火氣出來了 16號的Tony Guant 將個球是沿著龍門 自己是龍門的圍板 帶出來 但是去到中場 就被海盜隊拿回 龍門前面有機會的 正手反手再拿回 正手才再射 動作就多了少少 就射到球的時候 跟龍門的距離已經非常之接近 所以龍門都很輕易的 其實這個運動都真的 很多事情要考慮 你要很冷靜 那段時間 剛才失 剛才這個Pirote隊入了第二球 球員很冷靜 球員 他不會說我死命 我看到一下就射 那個就是我來的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球隊 兩節都經歷過很多場的比賽 才能夠可以打到這一場的總決賽 其實冰球有一個魅力 你要在很短的時間 作出一個很適當的決賽 所以練球真的很重要 你不練球 把這些動作放在肌肉記憶裡面 你真的比賽你用不出來 就算教練教你多少也好 你知道 但是身體那個下意識 第一個反應就是 不是做對的那樣東西 做平時習慣了那樣東西 所以練球是非常非常重要 對 尤其是練球會練交球 對 沒錯 你永遠都說 射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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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對這兩球 暫時都打了這兩球 就是進第二球之後 到現在這段時間 都還沒見到他們有什麼進攻的組織 現在剩下四分鐘左右的時間 Semi隊就是在自己的後防區組織攻勢一路上來 在中場就有隊友被粉紅色彈球員 就是擀跌了 但是就一個意外來的 不小心碰到 那麼球證也都沒有說有人犯規的 但是來到這邊板邊的一輪爭奪 就似乎越來越多的碰撞的情況出現 又有捱啦 又有撞啦 又有棍啦 那麼這個時候大家就一定要小心一點 球證在後面看得緊緊緊 那一路呢 投影都不吹的 給大家是繼續作賽 那也是這位40號的球證 Jeramy Hutchins大家都很 就是看完青少年組別之後 大家都清楚他的作風就是 他去到決賽的階段 就偏向就給大家球員 是盡量去盡情打球 而比較少是吹罰的 那就要很考這個球證拿捏的 是啊 的功力了 真的的 這邊13號的 Justin Yang 將球回後 給38個 Herminio Chang 一個軟射 Justin這邊拿不到球 有沒有越位 沒有越位 繼續進行比賽 26號 通這關 仍然有恐球的 一個斜線的長傳 交過龍門前面的Matthew Yam 但是就是給這個防守的71號 Brandon Troy 就是困走了 暫時呢 就是這個海盜隊 我自己這邊看 似乎最表現得出的就是Brandon Troy 嗯 因為防守當然 他是有一定的能力 加上他也是有一定的速度 配合他那些的組員 就是Line 他的partner好啊 Brandon的partner 就是Layton Layton Layton有這樣的速度 可以爆上去 兩個都拍得不錯 最重要不要失位 Isaac Isaac 就交上去給前面的 一個軟射 好大棍 手元擋出來 好大的第二落點 這邊 再交出來 89號 Isaac 再一次的軟射射到龍門後面的圍板 果樹 47號 Jerry Ho 交到龍門後面的隊友 可惜這次被攔截 就落到Semi Superstar的棍場面 我們見到Semi Superstar 他們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上前進攻呢 大家的速度不是真的很快 剛才我們看到了 入球了26號 剛剛那邊在彈他們 那邊就入球了 入球26號的Tony Guana 突然間 跟剛才的比數就不同了 慢鏡我們看得上 Semi這個攻勢 可以保持得住的partner 很明顯看到鏡頭的左手面 Semi的球員是完全沒有人的 是 三個粉紅色的守衛 做著什麼呢 一起看著這個partner 對呀 這個的確是最大的問題 Semi也有來了 入完一球 第球有沒有機會 幸好Sumi 在臨被人射到球之前 用滾滾輕輕把球撩開了 我相信冰球和足球 因為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是熟悉足球 都是一樣的 你永遠都是標籤 你都是標籤 你不是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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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六十度 自己的球員在哪裏 對方的球員在哪裏 你大概都要有一個感覺 我看到剛才其實是救人的 粉紅色是救人 是 是 那這些就並不是說 這個組別 可能那個排名低一點 大家的水平都 世界賽一樣都有 沒錯 就是講究就是 進攻球隊大家怎樣走位 是不是走掉了 自己走了的 沒有人標籤的空位那裏 那裏 那我就可以射球了 咦? 第二節完了 老長 很快 完了第二節 Semi叫做 做到點事 起碼這一節 就先追近一球 暫時這個粉紅色衣服 是2比1領先 還有一節的時間 看看Semi隊有沒有辦法 可以 可以追平先 先不要說 可不可以反超前 起碼追平先 我覺得這樣 Semi隊剛才在那裏都說的 他進攻的時候 我們剛才入球那一下 就是 中鋒和左翼 兩個就一起上前 但其實後面那個的右翼 其實他是可以再上快些 因為你前面 我拿著那個球 我看過去 一看過去 咦? 只有一個人可以交球而已 我看到 防守球員也看到 是的 我如果可以多一個選擇 在旁邊 或者在後面少少的位置 讓我可以交到球的話 其實整個攻勢呢 變化就會多很多 或者可以附和 你剛才所說的 Semi就說 哇 你球員好像追不到 跟不到其他進攻球員 跟不到不要緊 你起碼 你沒有死的話 你可以捕捉到 對方球員犯錯 剛才就是犯錯 雖然你是第一時間 你追不到 你自己幫不到手 但你可以做些雞 你可以放到一個很漂亮的位 做咒了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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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用速度押上來了 89號的Izhak Yip 除了有速度以外 手長 cheek 見到人 把那脚 shadow 輕輕的拉開就可以 過了 Misemi拿到球 也是勉強將球通球圓著圍板打 但似乎效用不大 Adrien Wong 一個很漂亮的轉身 還有一個轉身急停 將 å hell 這球終於可以打到真的重場 12號的Daryl Egan,都是長期的Sandy Superstar的支持者 把球圓著圍板打上去,但反過來就是被海盜隊拿回 海盜隊在左路一直拿球,中間有兩位隊友都可以交他 一個即時抽射,守門員擋出來,這些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拿到球中間有兩個隊友可以任你交的 近一點的射不到就遠射,總之我做到攻勢 整隊球就全部關掉了 有時候很重要,你一定要射球,因為你不射球的話 你未必知道會不會入,你不射球一定不會入 你起碼會令對方的守門員會累 沒錯 還有Ribon這件事你不知道 這邊16號的山川健太郎,把球衛在底線 回到後上的殺死位的隊友,7號的Clement Liu Clement我們在本土聯賽都經常對到他,速度有 射球的觸覺也都相當不錯,比較年輕,將來真的有很多前途 海道隊仍然是在前場,過去這幾分鐘都是Pirates他們在前場押著這個Semi隊打 Semi隊就算是把球拿到出去,因為長時間被人押著呢,就一把球出到都要換人了,所以變成你的攻勢又減了少許分 這次終於有個有效的射門了,守門員SumiCharles也是順利把球接實 連第二落點都不流出來,仍然是2比1 都要看一下Sumi可不可以在這段時間呢,因為他始終這個Semi攻勢不多 久不久才射你一球呢,會不會突然間放個冷戰就射Sumi 這一下就可惜了,我們聽到現場觀眾在旁邊一大堆,哎呀,因為交球交得很漂亮,但是拿不實 這三十七號的Jayden Lee嘗試用自己的棍法,就一個人由底線扭出來,還射到球 球就落到龍門後面,這邊有Rob Chiu,Rob Chiu也是香港一位非常非常資深的球員 Rob Chiu就一直都沒有辦法控制球,這邊交到上去給13號的Justin Yeung 這場比賽Semi的球員裏,Justin也是比較活躍的一位 Adam Sow將球打到底線,右邊又是Justin Yeung 這個是第二組的進攻球員,英文叫Line 2 這邊就是被海盜隊用速度壓了上來 征軍扣反棍,但是最後就是自己脫了棍 但是赤線交過來,自己也拿不實 在藍線用反手嘗試把球打回到底線,保持著這個控球 Semi隊就拿回球,就由左邊交過來右邊,哎呀,這一下就可惜了 20號的Semi隊球員Adam Sow嘗試在藍線前面把球打上去,但是被海盜隊的球員拿回 還有機會就是被海盜隊5號的Chloe Fong在殺死位那裡射了一次球 但是幸好就是Ricky Chong用手把球接緊,又來了,Semi在左路的攻勢 中間都是沒有隊友的,怎樣?有自己的角度射,結果那個球還是射不進 現在龍門前面有人,但是似乎就是Semi隊的球員刪得比較開 波子作了底線,前場26號的Tony君,後面有18號的Oscar Ted 而這個時候球證聽到有雞聲,應該是有人犯規了 還看到球證就指著這個受罰球員值那時候 Pirates那邊的球員就應該會罰出場的了 89號,Isaac Isaac在第二節的比賽都相當之有表現的,表現相當之好 而第三節,第一圈兩支球隊互相對壘就5比1 打到第三節都還是2比1,這個SemiSuperstar都還是頂得住 而且現在有一個兩分鐘的powerplay時間 今天第一場的決賽都跟大家稍稍解釋一下 當有球員是犯規被罰離場的時候,就會被罰出場外面 就要冷靜兩分鐘的,在這兩分鐘裏面 受到侵犯的球隊就會打多一個人的 這個我們就叫powerplay 我們中文官方就譯作多打少 因為真的多了一個人,打少一個人的 我們看到Pirates的球員都 都無謂跟他一起鬥搶了,反而留點力 始終是打少一個人的 當然那種打法就會消極一點 就盡量把球打上前場去消磨這個powerplay的時間 當然有例外,譬如這些這麼清脆的單刀 或者二打二的情況,就自己打過去了 幸好匯放的球員,26的Adam Saul追得快 所以就瓦解了這次2-on-2的一個情況 這邊輪到SemiSuperstar的攻勢 12號的Darragan交過來右手邊的這個Justin Yeung 但是交球和接球都不是做得太過好 哎呀,這一下有點危險 在中場那裡,球自己控不定的就是91號的Rob Chiu 差一點就是做了一個機會 給這個粉紅色衣服的海盜隊有單刀 仍然兩支球隊的比數是一球之差而已 那暫時這個powerplay就還有18秒左右 希望Semi隊能夠好好地善用這個機會 始終打多人一個,當然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是啊,但是現在這個兩分鐘的powerplay 斬限只有7秒而已 這邊還比海盜隊有機會 這一下反手射得很漂亮的 但是守門員Ricky John當得更漂亮 反手在龍門近距離,踢高的球 剛剛在這個互徑的上方 Ricky John用自己的抓手就是輕輕一彈 就把球打到龍門後面的位置 這邊Semi隊有機會了,反手把球打到龍門附近的位置 一個近距離的石球 守門員Sumi把球又接實了 仍然是一球之差的比數 那都要讚回剛才Sumi那個救球 起碼不會有這個rebound,不會彈出來 是 因為通常呢,守門員的rebound做得不好 彈出來就造就另一個進攻球隊的機會了 看看究竟是SemiSuperstar的組織能力可以幫他們贏到這場球 還是海盜隊個人爆發的能力是可以贏到這場球 這裏看到88號的Adrien Wong把球打到前面 沒有隊友致敬之餘就被對方拿到 沿著圍板彈一彈過來 拿回那個球就是Adrien Wong 但是後面有37號的Jayden Lee是一路追著他的 旁邊有5號的Koi Phong Koi Phong和Adrien Wong兩個壓在一起 但是就Adrien拿到球 輕輕地把球打橫掃給自己的隊友 這邊通這關拿到球自己一個帶到旁邊 可惜隊友就脫了球 一大堆人就滾到底下 兩位球證都沒有說有人犯規 所以比賽是將會繼續 海盜隊 在龍門後面拿到球也都不跟你急著 慢慢組織好攻勢先 這下交球搞得不好的 第一打的全球是相當之重要 那有海盜隊的球員是自己撞了圍板 就躺下了球證就不要說有人犯規 剛才我們看呢 也都是純粹是他自己 應該是他自己 上去搶球 撞了圍板 都是Casper做的了 那隻鬼鬼 因為完全看不到他有什麼 其他對方的球員 撞了他過去 躺下了的就是 沒事了現在自己回去 回去這個 咦不對啊 都咬住個身 應該是不是Isaac呢 怎樣也好 抓他應該是Isaac的Isaac 來的 那就回到後備席那裡 都立刻脫手套脫頭盔了 那但是 頭盔似乎是不可以脫的 真的響現行的球例呢 就應該不允許的 那就 但怎樣也好 就希望他沒事了 那比賽都是會繼續的 啊 仍然是2比1的比數 粉紅色衣服 Paris隊是贏著1球 那比賽呢 整場比賽 只剩下最後的3分鐘左右了 那因為大家 雙方的比數差距呢 就只是1分 那所以在大鐘 去到第2分鐘的時候呢 就不會是 行中的了 就是停中 停中的意思呢 就是球證會吹停比賽的時候呢 大鐘就會停的了 這邊Semi隊拿到球 一個軟石 困到對方之棍 就彈到龍門後面的遺品 球證這個時候 吹停比賽 而比賽的大鐘呢 也是繼續走著的 那在 螢光幕的上方就會見到的了 應該就吹了 去剛才 這個Pirate隊 有個球員呢 就持棍過高的 因為對方Semi隊 射球的時候呢 他又吹起了那支棍 去打回那個球 下來 那變成這個時候呢 這個Faceoff呢 就會去到這個Semi那邊了 那似乎就是有球隊 是在這個時候叫暫停的 那雙方呢 就將會休息30秒 其實30秒真的很快過的 有些球員游到去 游到去那個Bench那時候 都已經去一半了 是啊 其實主要呢 教練在這些情況 或者成人隊就比較少 有教練的情況出現的 那可能就是隊長 或者領隊他們安排 那你說特別的策略 就真的未必有的了 那就可能只不過去安排 現在哪幾個球員出 要不要打進取一點 要不要打得保守一點 待會哪些球員出 而落後的球隊呢 也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呢 就是 要跟他的守門員溝通了 什麼時候會需要你離開兵面 讓我可以換入多一個進攻的球員呢 就是打空籠 哎呀這個時候 Semi的後衛呢 差點就掉了 差點就掉了 是啊 Robertschill 幸好Robertschill 就用個新位 是將那個球吃回住 就保持到這個控球在前場 海道隊 海道隊 他們每拿一次球都很危險 因為看到他們的球員速度很快 一拿到球就基本上是壓到上來的了 海道隊又有個機會了 兩個打兩個 看一看 自己隊友都沒有到位 就沉落一點點 但是似乎呢 自己隊友都打得比較保守 好啊 在殺死位只有一位隊友 其實另外那幾位的球員 都是在一些比較後面的位置那邊 這樣守法 一球可不可以守到尾呢 這個就當然不知道了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就是Semi隊的守門員離開了兵面 就換入了第六名的進攻球員 那球證這個時候就吹停了 那應該有球員 是不是 又不像是月位 是不是剛才會打走那個球呢 可能那個球就彈出去了 是啊 彈了這個粉紅色衣服的Pirate球員 彈出去了 比賽剩下最後一分鐘了 而黑色衣服的Semi隊 現在是空籠作戰的 資深球員 9位號的Robert Chiu 把球打上去 這邊有今天表現相當不錯 13號的Justin Yang 但是Justin Yang 就和旁邊的隊友Adam So 就一起被人掃低了 球就上去了 但是呢 又入了 又是71號的Brandon Choi 又是Brandon 入球的慶祝那個模式 和三年前我們看到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時候就沒辦法了 空籠的這個策略 那個的後果就是這樣 萬一你攻不到 對方又拿到球 是有機會射空籠的 而剛才正正就出現了這個情況 其實今天V號隊 拿到球之後的掌握能力 的確是不夠Pirates那麼好的 所以其實剛才 放了這個空城陣出來之後呢 都沒有真的完全的掌握到空球 所以可能有些觀眾又不了解 就要說 那反正都是啦 那做什麼要這樣搏呢 因為多個人在前面呢 其實原則上 就是說我可以壓著對方來打 把球保持在這個進攻區裡面 那後面沒有龍門都沒有所謂了 那最後剩下10秒呢 龍門出來都沒有用的了 其實這個就 本人就覺得多了 那其實球也是困到守門員 其實守門員的這個拳教 後中是可以 那若然你是打算要叫龍門出來的 就不是最後10秒了 那比賽完了 3比1是最後的比數 那我們就恭喜了 這個海盜隊呢 是奪得了嘉莉建設呈獻 2023 Mega Ice 五人兵球賽 Asian Recreational組別的總冠軍 而Semi Superstars 是將會成為這個組別的亞軍 這場比賽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跟大家就是 買一買關子先 我們今天有總共7場的比賽 那而今天呢 剛剛這一場就是第一場的比賽 來的了 接下來我們會有女子的 女子組的總決賽 亞洲B組 亞洲A組 也都有這個國際B組 和國際A組的賽事 那而今天的比賽 如果大家正在看的 是現時的你 即是現場 即是現場 現在即時收看的 先是抱歉先 因為我們今天呢 的確呢 是出現了少少的言 但我們 見到大家都是這麼開心 其實呢 一切都是值得的 接下來呢 即將會進行頒獎的儀式 第一場為我們 即將為我們頒獎的嘉賓呢 我們就首先是需要邀請他們出來先 我們頒獎的呢 兩位嘉賓呢 由戴德良巷 香港雙鋪部 代理及管理服務主管 執行董事林應威先生 以及呢 就是香港運動獵人有限公司的總監 陳俊謙先生 多謝兩位呢 就是特意抽空呢 是出席 這個的頒獎禮 啦 兩位高層人士都 都看起來都很年輕的 而已啊 年輕有為 而 根據我們的慣例呢 率先都是會 頒發了這個 這個的 紅色的冠軍帽 以及就是銀牌的 然後接著下來 就會頒發這個 金牌 我們見到 粉紅色衣服的 Pirate 那就 趁我看到紅色的 網道也挺好看的 是的 不是 這頂紅色帽 就是 Hockey5 五人冰球賽 一路以來的 傳統來的了 顏色從來都 咦 不是 試過 不是從來都沒有變過 全部都是紅色的帽 那只要你在 就是香港的冰場 帶著這頂帽 到處走呢 大家都會認得的了 那就是 冠軍的技型 恭喜了 那多位得獎者 當然開心的 除了是 比賽的球員之外 是支持他們的球迷也好 他們的家庭也好 他們的朋友也好 大家都能夠一齊 分享這一份喜悅 也都希望 看著 這個轉播的大家 都能夠 是可以感受到 冰球的快樂 有機會的 在冰球場上面 希望可以見到大家 那 而大人的組別 就跟小朋友的組別 有一點點不同 大人輸起上來 就很多時候都 沒有那麼激動的 我們上個禮拜 看到那些小朋友 就 就 明白的 但是 這班球員 即兩邊的球員都好 很多都曾經參加過這賽事 那大家也都明白 就是過去這一個禮拜的辛勞 就是我們大家都不是職業的球員 夜晚要來打球 夜頭要去比賽 還要上班 還要上班 有些人還要臭兒子 是吧 其實都不簡單的 那大家呢 都是享受整個過程 那加上剛才有兩位澳門球員 等也是的 是要故意飄揚過海 來到我們香港 也都要 可能要住酒店 是要有 一些額外支出 等等的 那大家都能夠 是很 開心地完成這個賽事 那 就將會成為 一個非常之美好的回憶 其實相信很多球員 大家本身本地的聯賽 都有對碰過 是啊 或者可能 分數是隊友都不記得 沒錯 那接著就是 今排的班法 搬完那頂帽子之後 當然每一位都要一個金牌的 而大會的金牌呢 每年都是相當之精美 精美是特別做的 就每一個都是黑上了 黑上的整個牌是Custom做的 是相應的組別 金牌、銀牌等等 非常之美、非常之有心 我都知道今晚阿斯郭隊長 你 是 所效力的那隊球隊 都有機會 民鼎今晚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 是啊 沒錯 到時就有勞 希望我可以看看 希望我會到時就有勞 Mo Sir呢 就是幫我擔大棋 就向這裡 完成我們的廣播 因為我就真的要落場比賽 而其實我們的馬克勢 之前也有跟我們評述過 之前也有跟我們評述過 這個 最佳首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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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是海盜隊的20號 Sumi Sumi Chao 要感謝的贊助獎品的朋友們 我們都很熟悉的 阿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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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贊助了我們 不是只有今天 是連上星期青少年組個人獎項的獎品 都是由他的球會贊助的 最佳後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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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誰呢 其實打前鋒也得 喔 粉紅色衣服的了 打後衛又得 就是他了 Brand xn Troy 你不要小看 後衛他有兩篇球 我自己都能夠看到兩個 我想說,他的樣子是長大了很多,但整體上是認得到的 還有少許小朋友的感覺,他還是年輕,難道我們這樣嗎? 是一個老人這樣 最佳後衛之後,就會有最佳前鋒獎的得主是 Semi Superstar的Tony Guan,26號的前鋒,就是他 他今天都很活躍,他拍著13號的Justin Yang,20號的Adam Sow 他們第二組的LINE2的球員,在這場比賽,我覺得大部分的攻勢 都是他們這條LINE去做出來的,所以頒給他,我覺得也是實至名歸 剩下一個就是最有價值球員MVP MVP了,會是邊不邊呢? 你看,輸了球,不要緊,這個是贏回來的銀牌,大家都滿面笑容 這條LINE是最有價值的球員 Tim Chang,來自海盜隊97號的中鋒 就是亞洲Recreational組最有價值的球員 這條LINE來的了 恭喜各位獎項的得獎者 即將會頒發的就是獎盃 那獎盃會頒發有兩個的 一個就是這個會被球隊自己拿回去的獎盃 另一個就是會留在Mega Ice的獎盃 上面会刻上每一年各个组别得胜的球队的队名 大家如果是想看下这个大掌杯的话 可以来到什么 就放在那个半鞋的地方那边 大家是随时可以过来看 看到两位主要的功臣 一位就是Sumi 一位就是Brandon Choi 还有是颁奖的嘉宾 他们的领队Marco Marco Out 两个掌杯 掌杯就很多层的 好像个蛋糕那样的 每一年都会做一张 有所有队名的一个牌就会贴上去 而成人组的组别也会有个比较特别的仪式 就是会将大会赞助的饮品 就是倒入大掌杯那里 大家就轮流喝的 先不要说为不为生 一般都是不会碰嘴的 但是就是一个传统来的大家 很开心 恭喜两支球队的 各位队友 各位朋友们 恭喜Sumi Superstars 拿到银牌 还有冠军的 Pirates海盗队 我想问他们是不是在喝啤酒 是的 我们大会的指定啤酒赞助商 就是加士巴 谢谢你们这帮小朋友今晚可以 参加这个组别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成人来的了 你就不能够说 我被Brandon的样子握了 你不能够说太过月级的 因为他我的理解应该是16岁以下 17岁以下不准打的 所以大部分的球员应该都是成年的了 大家喝酒都提醒一下吧 喝酒就不要开车 开车就不要喝酒 我们多谢各位班长嘉宾 恭喜各位得奖的朋友 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会 邀请这个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捉到他帮我们做个访问 简单的就让他说几句话 我们现场的同事们也都是很努力的 去捉到他回来了 我们将时间交给兵面上的同事先 OK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场亚洲Recreation道 组别的比赛来到这里就是那段落了 跟着我们会有亚洲C的决赛 对吧 那我们就趁这个时候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等下来再看A-C的比赛 谢谢 谢谢 恭喜 我听到你当中一个决赛的决赛 你怎样感觉过去被赛名 当中一个决赛的决赛 我只是说中文还是英文 我只是英文 我感到很感rope 我非常感受到隊伍和機會給了隊伍 對隊伍的表現是很好的表演 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獎金 而是隊伍獎金 所以謝謝 恭喜你 恭喜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Tim 我們也恭喜他 我們現在要休息了 待會回來再看亞洲市的決賽 待會見 我們到處理一下 lionel 車子 餅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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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